大家好,我是啟明,歡迎來到我們的頻道 今天我們都是跟大家講一講大陸的疫情 5月14號疫情在安徽遼寧爆發後,習近平在河南省視察 他突然強調依靠中醫抗疫,這個我們昨天已經講過 5月14號中共黨內繼續高調報導,習近平在河南的考察活動 習近平他戴了口罩,習近平已經很久沒有戴口罩 說明中國大陸的疫情可能很嚴重 大家應該心裡有數,大家自己心裡有數 就是說習近平都戴上口罩,他是最怕失去生命 新華社的圖片顯示5月12號習近平在南洋藥廠考察 他本人和周圍的人都戴了口罩 圖片一角還顯示,應該是員工在北遠處坐在那裡也戴了口罩 也就是說他們最近出行都戴了口罩 這樣大家都明白這個疫情到底是怎樣的一回事呢? 5月7號新華社曾經報導 中疾控建議旅行歸來自我觀察14天 他說旅行歸來自我應該觀察14天 一旦出現可疑徵作,做好防範感染他人的措施 要及時就醫,主動告知醫生自己的旅行史 大家是不是想起什麼呢? 是,在2020年1月,武漢新年萬家宴如出一切 我相信李克強很可能已經知道疫情的嚴重 他在4月26日的講話要求實事求是 公開透明發佈資訊 他應該知道大陸疫情是嚴重 所以他提前說這番說話 大家知道早在武漢疫情爆發的時候 習近平曾經公開射駁給李克強 李克強是否感覺到有些不妙呢? 所以他在這個時候提前曝光中共的疫情 在大陸疫情再起的時候 中共高層的劇烈來鬥正在進行 一場更大的政治風暴即將來臨 班農最近說習近平會是中國最後的皇帝 應該說是最後的黨魁 現在大家都說習近平的接班人是誰 其實習近平的接班人就是他自己 他不可能將權力給別人 明年二十大權力鬥爭的核心 如無意外的話 2020年大概9月份到11月份之間 按照中共的時間編程應該召開二十大 我們經常說如果有二十大的話 我認為不會有 按照中共的幫規 習近平應該要交班交出權力 但是到時候會不會下台 到目前為止一直是有爭議的 非常不確定 習近平沒有選擇班人 其實也注定中共要滅亡 各方勢力就有可能暗中爭奪這個位置 就會形成很多派系 如果說習近平出現意外 或者疫情在各地爆發 各地為了搶資源 很有可能就會出現各省各居 很可能的 如果說這波疫情爆發的話 跟著這波疫情的爆發 中共很可能就跨台 這個是我的一個推測 習近平他一定想要連任 他不連任可能連性命都不保 他已經走到一個死胡同 其實習近平上台後打破了很多慣例 得罪了幾乎所有中共高層的高官 他們目前只是不敢公開和習近平作對 大家知道習近平在十九大打破一個重要的慣例 在六四事件後為穩定這個局勢 鄧小平說要設這個接班人 怎樣安排呢? 就是這個做兩屆就十年了 做了十年之後就交班 但是在民間有傳說 習近平和李克強的接班人是孫政才 下台後習近平沒有確定這個接班人 等於是打破慣例 大家開始猜測 可能是李克強或者陳敏義或者李強 大家都是猜測 但是看來看去會是誰呢? 不用說就是習近平他自己 不可能將權力交給別人 在二十大前 習近平很有可能還會修改黨章 將自己放進去裏面 修改一下而已 反正他已經打破了這麼多慣例 再打破一次都無所謂 所以說習近平很可能會做出這種事 接下來習近平不是接班人 就是給自己定一個接班的位置 這樣看來 我猜測就是這波疫情很可能就會蔓延 這個說得不好聽的 他依次疫情隱瞞 五一長假這麼多人出去旅行 這樣在這個時候如果真是出現這個疫情大爆發的話 出現各省各據的話 中共很可能就在今年跨台了 因為跨台的形式有很多種 有可能是這種形式 有可能是中共這個內鬥出現政變 中共跨台 這樣到底是什麼形式跨台呢? 反正我覺得和這個疫情是絕對有關係 在明年二十大前 中南海權力鬥爭會是非常激烈 這次是核心問題 是習近平的去留問題 習近平不但在政治上能不能夠留下 連他的命能不能夠留下 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說呢 這個班農說的末代皇帝 真是末代黨魁 他不是皇帝 我們拭目以待 到底習近平他的結果會是怎樣? 今天我們跟大家分享的 中共隱瞞疫情 我看到 目前我看到的疫情是非常嚴重 還有一個我們講到習近平 他戴著口罩 疫情是非常嚴重 和說了中共的內鬥 大家知道印度的變異毒株已經傳到中國 到底在哪裡呢? 目前中共都沒有說 我猜測這個五一 中共官方的報導 有2.67億人次 在這次五一長假期間都出去旅行 這樣如果說在這個沒有變異毒株呢? 那還好些 這個不是很厲害 如果說是印度變異毒株的話 這樣就是很嚴重了 在這個時候 中共是太沒有人性了 李克強呢 我經常說 李克強可能是感覺到事情的不妙 所以他提前說這番說話 但是中共下面這班官員 他們都不敢往上報 他們實際上往下壓 現在這個時候他瞞不了了 報導幾宗兩三宗 但是大家看到那個影片裏面 那些做檢測的人都是排長路 一檢測就是幾百幾千上萬的人 這樣如果說只是兩三宗的話 你要這樣大動光哥去檢測嗎? 絕對是一個謊言 中共的邪惡 你是無法想像的 這樣就是中共跨台前的最後瘋狂吧 就是說中共他是毒藥 很多人覺得中共會變好 中共怎麼會變好呢? 他是毒藥就是他生出來就是毒 他怎麼會變好呢? 所以不要對中共抱有任何幻想 習近平不拋棄中共 他就成為中共的陪葬品 接下來我們還會和大家分享大陸的疫情 我個人覺得 我真的個人覺得這種疫情是比較嚴重 希望不會發生這樣的事 但是中共造惡太多 而且嘲笑其他國家的疫情 他們嘲笑其他國家死了很多人 你說這樣的政黨還能活下去嗎? 這個中共倒台之後是要受到清算 所以說呢 這個邪惡的黨真是要到清算的時候了 好了 今天我們的節目就到這裡 我是啟明 如果有朋友對我們這個影片感興趣的話 麻煩點讚訂閱分享我們的影片 多謝大家再見